華人生物科技協會CBA 於21日中午在Cupitino的大宏福餐館 舉行2011華人生物科技協會年會的記者發表會 此年會將向社會大眾發表華人生物科技協會發展至今的成果及貢獻 我們這是一個公益的組織 所以每年辦一些活動是也會來回報我們這些社區 譬如說我們辦一些獎學金 每年都選一個community college的學生 我們願意幫助他將來他要去念science方面 重要的是每一年我們舉辦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年會 今年的年會是10月29號 今年年會是我們特別選在李嘉誠的center 在Stanford University 上午是以business為主 下午我們以science 科學 還有就是在這個生物技術 各方在製藥以及在技術方面的一個 為主的一個talk 註冊費只有20塊 然後我們提供免費的launch buffet 還有下午的reception 請各位上網報名是www.cbasf.org 紅心衛視記者國春新 Cupitino採訪報導 後來他們就比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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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